面对婚姻生活,每一对夫妻的初衷都想长长久久 而婚姻的长久离不开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 很多夫妻认为在婚姻生活中已经尽力做好了 可是最终还是分开了 其实很多小细节问题,如果你稍不注意 都可能引发不好的结局 当这种情况出现,即使你们没有善火也不会幸福的 以下五种情况,你们有必要都看一看 有没有在你们夫妻之间发生过第一种情况 喜欢换旧账,把过往不好的事情放在心脏的夫妻 有的夫妻平日里很好的 但是吵架的时候,就喜欢把以前的旧账翻出来 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 什么相互指责,互相抱怨,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过呢 其实夫妻之间,很多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不要抓住不放 因为这样只会让你们之间关系越来越恶化 甚至最后走向善火的地步 第二种情况 夫妻之间不在一起睡 分开甚至分房睡 有人说,夫妻之间 百年修的同传度,千年修的共整面 这句话一般是用来形容男女共结年龄,十分的不容易 人生在世,得以逢成至极,并未能够相伴的共整 这乃是前世修了数千年的善事才能够换来的 这句话言下记忆,也非常看重夫妻之间的同传共整 因为这里促进夫妻感情最好的方法 两个人不在一起睡 没有了秩序的接触 没有了情话的参眠 久而久之感情就会变淡 最后可能就变成了陌路人 第三种情况 对婚姻不忠诚的夫妻 夫妻之间最忌讳的就是出轨 不管哪一方出轨 可能都得不到对方的原谅 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另一半 心里还住着一个别人 只要你们有夫妻生活 你就会想到对方还和别人在一起活 你是不是觉得很恶心 这样对对方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还谈什么天长地久呢 第四种情况 夫妻之间彼此不信任 互相猜疑 试想当一件事情发生 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你 都在指着你 唯独你的另一半 无条件地站在你这一边 以此感受你会觉得很踏实 即使是遇到再大的困难 你也有再生的勇气和信心 因为你有着坚强的后盾 反之你会觉得很孤单 很委屈 另外 如果你们之间不信任 那么一点点小事情 都有可能引发你们之间的矛盾 整天生活在争吵中 毫无幸福感 迟早要散火 第五种情况 有家庭冷暴力的夫妻 实话说 夫妻之间床头吵架 创为何 其实夫妻之间 争吵很正常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吵完可能就好了 但是一些夫妻 喜欢用冷暴力 遇到任何矛盾 任何情感问题 都不愿意去沟通 交流 和方任事情自行发展 那么至少有一天 两人会不欢而善 夫妻之间的相处 是有秘诀的 或者怎么会有人 把结婚当中爱情的坟墓 而有的人觉得 结婚就是天堂呢 夫妻间的关系 是你们学问 每一对夫妻 都应该学习经营 通过你们的努力 让夫妻关系 更加的和谐 更加加深夫妻间的感情 我会知道 你不愿意去沟通过你们的 你有没有想法 你不愿意去沟通过你 知道吗 你不愿意去沟通过你 我会知道 你不愿意去沟通过你 感谢观看